二 为什么发现客观事实可以解脱生死 我在禅宗的开悟语传承中写道 禅宗的开悟就是正解阿赖耶识 正解阿赖耶识是一种客观事实的发现 由于这一种客观事实的发现 使得一个人可以解脱生死 这个问题是跟解脱生死有关的 它非常的重大 为什么发现客观事实可以解脱生死呢 这是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上次的读书会我讲了一个故事 以前有一个人总以为自己是一只蟑螂 所以很怕鸡 后来医生好说歹说总算说服他 你是一个人不是一只蟑螂 于是医生说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那就回去吧 但是这个人才出去没多久 在路上看到一只鸡 又吓得跑回医院 医生问他 你不是已经知道自己是人不是蟑螂了吗 怎么还要怕鸡 这个人回答 我知道自己是人不是蟑螂 可是外面的鸡不知道呀 这是一个笑话 但是与解脱的原理有关 人会因为不了解真相而有烦恼 我们下面要讲的真相不仅是佛教这样讲 而且已经为世间智者所发现 在电影小说中都有所表现 有一段电影的对白 看大家是否有印象 你有没有看着这世界 轻探他的完美和造物主的天才呢 亿万人口浑浑噩噩过活 完全无知 大家记不记得这是哪一部电影 这是1999年的电影 黑客帝国的对白 接下来我再念几段对白 女主角Trinity 我知道你来的目的 还有你在做什么 我知道你辗转难眠 每天晚上都独自一人 坐在电脑前工作 你在找他 我也曾找过同一个人 当他找到我 他说其实我不是在找他 而是在寻找一个答案 有个问题驱使着我们 Neo 这问题把你带来这里 这一段是在说 其实我们对人生和生命 有很多的疑惑 必须解决这些疑惑 才能安心 Trinity 带Neo 去见Morphis 也就是那个穿大衣戴墨镜的黑人 Morphis跟他讲 母体无所不在 随处可见 他甚至在这房间 你从窗户外可以看到他 或在电视上也会看到他 上班时感觉到他的存在 当你上教堂或纳税时 也一样 他是虚拟世界 在你眼前制造假象 蒙蔽真相 Neo问 什么真相 Morphis答道 你是个奴隶 每个人呱呱乐地后 就活在一个没有直觉的牢笼 一个心灵的牢笼 接下来 Morphis拿出两颗 不同颜色的药丸来 告诉Neo吃了其中一颗 他便告诉Neo真相 而且他还特别讲 记住 除了真相 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能给你 后来Neo从电池槽里被拉出来 这时候他才发现 这个世界完全不是他以前想象的那个样子 他的身上其实是有很多的插孔 插孔上接了电线 而这些电线又接通电脑 实际上他以前所认识的世界 只不过是电脑用内比的影像制造给他的 这个真相有够震撼吧 如果我们生活的世界 也是这样一个虚拟的世界 你看到的某个帅哥美女 只是一个电脑人 你的感觉会是怎样 我想 也许你曾经对这个人特别的迷恋 或者说 是对某一个身份地位特别的执着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你还会想要去追求吗 如果现在能够证明 你其实也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梦境之中 你应该会很震撼吧 莫菲斯给尼尔安排了一个课程 让尼尔再回到虚拟世界里去 这个虚拟世界是反抗军用电脑制造出来的虚拟世界 尼尔在真实世界的太空船里里的是光头 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 莫菲斯他们穿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的 但是一到虚拟世界 莫菲斯和尼尔又穿得很光鲜 尼尔的头发也长出来了 尼尔摸着虚拟世界里的一张高背衣 说 这个不是真的 他摸摸这个 摸摸那个 说 这都不是真的 这时候莫菲斯讲 什么是真实 真实该怎么定义 如果你指的是触觉 嗅觉 味觉和视觉 那全是大脑接受的电子讯号 你以为的真实世界 其实是互动的虚拟世界 我们所谓的母体 你一直生活在梦世界 你要是真懂这句话 一定会很震惊 因为现实上 我们也是生活在虚拟世界中 比如说这个电灯 它的光线有没有直接射到你的大脑 没有 对不对 因为你的大脑是被头骨和血肉包固起来的 灯光只能射到我们的视网膜 必须由视神经传递讯号到大脑 让你觉得看到了一个电灯 这说明在你的大脑里 有一种可以类比外界影像的机制 这种机制有点像是电视机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杯子 你不会说这个杯子是幻觉 为什么呢 因为你能够看得到它 摸得到它 可以把它拿起来 里面的水 你也喝得到 但是你的大脑 到底有没有接触到光线 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很显然没有接触到 也就是说 它是透过相应的转换 在你的大脑 形成另外一个画面 如同电视影像一样 你现在看到的我 也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影像 而不是直接看到我 再以听觉来说 声波先接触到耳朵 再经过神经传递讯号 到你的大脑 到你的大脑以后 它已经不是原来的声波了 彼此舌头身体也是一样 我敲打这个桌子 但是我的大脑 并没有碰到这个桌子 所以很显然 触觉也是模拟的 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活在梦境里头 你现在接触到的这些境界 是不是和梦境一样 做梦与清醒的差别在哪里 梦里的画面 与物理世界不相应 而你清醒的时候 你的画面与物理世界是相应的 虽然如此 你看到的东西 仍然是虚拟的 就这一点而言 现实与梦境并无不同 第二件事情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跟梦境一样 我们可以说 有一点一样 也有一点不一样 我们先不要否定外面的世界 你能看到这个杯子 我也能看到这个杯子 我们姑且说 这就是一个客观的物理世界 但是你看到的杯子 其实是你主观的认识 我们可以拿电视来做例子 电视节目有两种 一种是实况转播 比方说有一个球赛 或者说是一个新闻事件 摄影机对准了现场 你在电视机前面看到的 就是即时性的画面 这就是实况转播 还有一类节目 比方说动画 这一类节目是可以很幻想的 我们在电视里 可以看到很多的节目 但这些节目是动漫家画出来的 或者是导演用很多个镜头 操作出来的东西 这两类节目是不一样的 这里还有一些很微细的差异 你想想看 现在的彩色电视机 和早期的黑白电视机 差别很大 如果说我转换机制比较好 是彩色的 你转换功能比较差 是黑白的 有没有这种事情呢 以前有一个画家 他原来看到的东西都是彩色的 后来经过一场车祸 他看到的东西 全部都变成了黑白的 再比如 我们每天吃饭 你吃是这个味道 但是你能确定 别人吃起来也是这个味道吗 不一定 对不对 因为他要经过类比的转换 那是主观的 再比方说 你看我是长得这个样子 但其他的人看到 可能长得就不一样 对不对 他觉得我长得很帅 你觉得我长得很丑 每个人看起来是不一样的 这不是心理作用 而是转换的不同 就像电视的品牌 型号不一样 显示出来的画面 就有一点差异 这就造成一个问题 这个物理世界到底是什么样 你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我们可以说 全世界的生物 包括人类以外的生物 通通都没有办法 接触到真实世界 真实世界到底是什么样 没有人知道 接下来再讲一件事情 如果说 这真的是一个梦 怎么办 如果你现在的人生 根本就是一场梦 你会怎么办 有没有这个可能 看过电影《盗梦空间》吧 男主角一直记得 他在真实世界里 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在等着他回去团聚 但是他的太太认为 梦境才是真实的 男主角在梦境里头 想回到真实的世界 但他知道 一定要在梦境里死掉 才可以回到真实世界 所以他必须说服太太 让太太认识假象 才会有正确的行动 但是 他们回到真实世界之后 太太又认为 真实世界仍然是梦境 所以跟男主角讲 我们必须要在 这个世界里死掉 才可以回到真实世界 结果他的太太 就在真实世界里头自杀了 分不清真实和虚幻 后果是很严重的 你分得清吗 谢谢大家 Lobster 我愿意 帮助的 换нь 我爹 我说 你看 都 我 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